今天晚上拍Black Friday的購物分享 原本我沒有打算拍影片 但今年的年我有出去 我現在面前有很多東西 我去了Desert Hills的Premium Outlet 也很有名的在加州這裡 在開始之前也先說一下 現在其實是六點半早上 其實我有點累 不過我希望一會 unbox開東西的時候會精神一點 而且真的新鮮滾熱 這個影片 我昨晚星期四晚出發 因為其實在美國很流行 雖然他說星期五 星期五才開始 但一過十二點星期四晚 去購物購物已經有 所以昨天很多人 完全是凌晨的時候 超級多人 整個Outlet 氣氛很好 很有感恩節的氣氛 昨晚吃了個晚餐 然後血拼Desert Hills 血拼了這堆東西 昨晚我有拍影片 但影片是以國語為主的 因為昨晚我同行的朋友 Stella Stella是講國語的 而且我也想練習一下我的國語 我是懂得說的 但一段時間沒有說 因為我之前看Pepardine的時候 有些同學也是講國語 現在我掌握了 所以說少了很多 我也想練習一下 而且這一條國語的影片 不會在我Youtube這裡出現 會在我Bilibili那裡 如果你們不知道 其實我同步了Bilibili一段時間 我Youtube這裡有什麼影片 我Bilibili也是同步的 所以如果想看美國的Outlet Desert Hills的Outlet是怎樣的 也可以麻煩去到Bilibili 但是不要走 我還沒剪 我會在這條影片出了之後 之後那幾天才會出 因為不想說太長 而且我現在拍這條Black Friday的Hall片 我是即晚會去剪 應該說即日 現在六點半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國語片 麻煩關注我的Bilibili 忘了說不好意思 我上一條Chanel Hall 背景的聲音很有問題 因為我用那個鏡頭 是自焦的 會有聲音 所以我會用這個錄影 但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們跟不同聲音不同話 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拼不到 整條影片慢了 所以我要 硬用我本身的相機收聲 平時我用這個錄影器 去收音 希望今次這條影片 聖聖聖聖聖 這個錄影器 我轉換另一支鏡頭 就是Canon跟機的鏡頭 不會有太太的聲音 如果真的這部機不聰明 我也有這個聲音 會好一點 不會太吵 但一件事就是 因為我另一支吵的鏡頭 有前清後蒙的感覺 這個沒有 這個完全是跟機的鏡頭 所以畫質方面 可能沒有那支那麼好 事不宜遲 快點開始 現在天都光了 其實 我先說第一件事 就是我第一件東西買的 在這個外套 就是這件的外套 這件是一件長外套 是白色的 是在Polo買的 牌子在這裡 而且在美國的外套 真的很棒 不會買整傘 會特別做一些產品 是給外套 這件外套 為什麼我會買呢 因為很冷 因為我們大約12點半的時候 到外套 晚上黑的美國 比較冷 然後我就 而且我昨晚穿這套衣服 Crop top 裡面有一件T恤 也不夠 我已經穿了長褲 所以後來買了這件 而且這件真的很漂亮 不是買一次 穿完 不會再穿 因為其實很百搭 而且我也有點類似 這類型的衣服 我也喜歡 就是這樣 它有兩個袋 在這裡 然後它 比較斯文的款 裡面是滑滑滑滑的 一個C質 而且感覺到這件衣服的外套 非常好質素 它是沒有帽 我記得我之前有類似 是有帽的 對了 而且我也會把照片放在這裡 我放了Instagram 穿著這件外套 非常暖 沒有遇到這件那麼暖 這個Polo 這件外套我記得是半價 原價是200元左右 減價之後是100多元 所以算貴 其實一件外套 100多元來講 但始終是Polo 有牌子 而且真的很好 它們的質素 所以我也覺得 外套方面 其實可以花多一點錢 我在Guess這裡 買了兩條裙 其實這個Hall裡面 我不是買了很多衣服 因為 如果有看我之前 Miami那條影片 也知道我現在 用一個服務 叫Rendering Way 所以我很多時候 因為始終經常Post Instagram的照片 沒可能穿同一件衣服 所以我很喜歡他們的租借服務 所以我這一次 是唯一第一次的Outlet 買那麼少衣服 因為平時我最常買的衣服 就是衣服 好 快點說一下 我買了什麼 就是這一條裙 是一個比較casual一點 因為始終是牛仔 就是一個一字薄的 因為我也比較喜歡穿這一類型的裙 因為可以遮掩 感覺看起來好像瘦一點 它有一個銀色的扭 全部都寫著Guess 而且Guess這個品牌 我一直都很喜歡 因為他們的風格 是我的風格 而且他們穿出來之後身形很漂亮 就是這樣 直下那些扭 而後面呢 有一條拉鍊面 這個也很划算 這個是半價 這個原價是50元 現在半價25元 所以真是 Black Friday真是最划算 我另一件 猜不猜到 有選擇困難症的我 只買了兩件 我買了另一件顏色 一穿得我漂亮的時候 我會狂買同一款 有不同的顏色 而且加上真的很划算 半價 這個是比較淺色 設計也是一樣 兩個 感覺也有一點不同 這個看起來應該會更假 因為始終它那個 牛仔是淺色 這個深色 兩個質素都很好 Guess 我在Roxy買了兩件東西 都是衣物的東西 我真的不是買了太多 我先說這件衣服 我也是買了兩件東西 是不是 是兩件 原來我配合了其他護膚品 先說這件衣服 就是一件普通的T-shirt 因為我覺得T-shirt 買一下也可以 因為不可能說租借T-shirt 這個是Roxy 我小時候很喜歡很喜歡這個牌子 我在香港的時候 到現在也 沒說買這麼多 但也喜歡 就是這件的crop top 很有加州的感覺 還有我的最愛的粉紅色 也是隨時 出去穿這件 而且也是超划算 超划算 我記得好像是$10 因為他們的結帳好像是$20 這個帽子也是$10 我跟Stella一人一頂 我們會準備去Twinning 這個很漂亮 這個粉紅色 Roxy的漿 超級漂亮 這個 是超級女性的 而且我也喜歡戴帽 可能有時候 Bad Hair Day的時候 我會戴著帽子 然後就是 American Eagle American Eagle 也是我其中一個很喜歡的牌子 尤其是他的牛仔褲 這裡所有東西都是黑身 因為都是一樣 T恤 牛仔褲 可能很難說去租借 所以我最主要是買他們 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送的 忘記了好像買滿 75元還是85元 就會送這個皮 好像是沙發櫃子 那些皮 也很軟 也是一些民族風 我也可以開開給你看 因為我會洗 所有東西 我不會不洗 然後穿 或者 蓋 很軟 而且他的花 都超級American Eagle 這個 看看原價 哇 30元 現在免費送的 非常好 我總共買了6條牛仔褲 和1條牛仔裙 因為我很喜歡 American Eagle的牛仔褲 因為真的很好穿 而且穿出來很漂亮 再加上他們有 short 我知道其實有其他牌子 也會有short 但真的American Eagle的牛仔褲 是最合我身形 每一次我去Outlet 或者他們做減價的時候 我一定會買的 但這次買多了 因為他 一段時間沒有買 所以補貨 好 第一條 就是這個 高腰 而且這個牛仔褲 全部 最主要都是高腰 因為我之前買的 全部都是低腰或中腰 現在越來越肥 所以要遮一下遮住 這個有點爛 是長褲 不是中褲 我腳很短 所以看來可能有點像中褲 這個有點鬍鬍的 也可以摺起來 而後面 也是這樣 在這個位置 有點爛 我最小褲的折扣是 40% 即是六折 所以差不多半價 即是時候買了 然後我穿的尺寸 就是最小的尺寸 Double Zero 然後要是short 然後 也是一條淺色 也是高腰 這個 比起剛才那個 再淺色一點 也是爛爛的 那些 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為什麼我知道 香港有American Eagle 後面 好了 下一條 也差不多 這個 再淺色一點 這個 但沒有爛的 這個也是高腰 第三條 高腰 後面 完全沒有爛的 他的腳也是平腳 好 我會展示一條 不同顏色 就是這條 Kaki顏色 因為這一類型 Kaki顏色的褲 其實可以搭配平底鞋 比較斯文一點 就是完全沒有穿沒有爛的 這個平腳 再加上他有個袋子 在這裡 這一款也可以摺起來 當中褲這樣穿 也挺漂亮的 而後面 我很少穿這個顏色的褲 但也想穿多一點 因為如果好像很悶 經常穿牛仔褲 或者黑色的Leggings 也想創新一點 而且有時候包包 可能比較淺色的時候 會穿這一條 可能白色的包包 我其實這裡有一個 因為我沒收拾好東西 這裡有白色的包包 我會穿這個褲 不用怕染色 如果穿黑色牛仔褲 或者深藍色的話 真的會染色的 下一條就是黑色 這個 這個原來不是高腰 我以為買了高腰 但其實黑色的牛仔褲 我不是太多 我最主要可能是黑色的瑜伽褲 可能Leggings 所以也買了這一條 完全是沒有穿沒有爛的 這個 只有一條黑色 之後 又是淺色 但這個比較彈性很多 而且感覺好像沒有那麼緊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一個完全沒有穿沒有爛的 而後面 感覺好像穿過 其實現在去看清楚一點 但它還有一個牌子 可能試穿過 因為感覺是鬆一點的 這個 到最後一個下身 就是牛仔裙 這個就是深藍色的牛仔裙 沒有穿沒有爛的 牛仔裙方面 其實我不是太常穿 但也想試一下 加上減價 好了我們講一下名牌 我買了兩樣名牌 因為這個OLED真的很棒 讓我先放下 它是有Falatino的 其實我還沒在Falatino買過東西 這次真的是第一次 然後我買了一雙的鞋 除了包包之外 鞋是我最喜歡買的 而且我喜歡買貴鞋 反而衣服名牌 真的有一些很長春的款 我才會買 但鞋方面 我覺得始終穿在腳上 也想腳舒服 以及支援整個人 所以我都會花錢在鞋身上 第一雙的Falatino 以及第一件 猜猜是哪一雙 是Outlet 它有鞋袋 而且它有這些卡 是這樣的 這個是 可能一些 鞋繩 喔 鍋釘 因為我現在 將會給你看那雙鞋 因為它們最有名就是 出一些鍋釘的鞋 就是這雙球鞋 就是了 是不是很漂亮呢 這個是 有點醜 這個是 淺粉紅色的毛毛的波鞋 很滑的 而且可以近看 它有一些鍋釘 剛才那包就是他們的鍋釘 就是一些 應該是淺金色 這個款式其實挺有名的 它們Outlet有 超好 超好 而且它也有一點鍋釘 但這些是CHAO 我買的尺寸也是36號 就是我自己的尺寸 它們是True to size 下面就是這樣 牠們的牌子在這裡 這雙鞋是這樣的 因為可能怕有點緊去穿 可以黏貼 沒有鞋帶的 這個 而這雙鞋的價錢是什麼呢 它沒有寫的 先看看 OK 原價就在這裡 原價是1245元 希望你們能看到 因為我有近視 所以我才要調校自焦 我的鏡頭 然後現在減價之後 就是746.99 所以我結帳的時候 我記得是大約800頭 因為美國要加稅 然後很划 便宜了幾百元 而且這個款式我都很喜歡 因為我比較喜歡穿一些 舒服一點的鞋 最近 而且這一排比較穿得稅 所以 這一雙鞋是新的 全新 而且也是那一句 美國的Outlet 不是買正借的 不是只有一件 只有一對 他們完全全新在後面 到下一個有牌子的 就是 我就不拿紙袋出來 拿盒 都猜不猜到 也是鞋 這個 然後是McQueen的鞋 真的猜不到他們有賣 因為我很喜歡McQueen 因為我也有三對McQueen的波鞋 我忘記是三對還是四對 超愛他們 因為他們的波鞋 是有一點高度 而且拍照 穿出來高一點 腳長一點 我很需要 這一對 超級漂亮 我沒有這個顏色 因為我記得我有黑色 Metellic 好像淺粉紅也有 然後這一個 是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很適合節日氣氛 就是 紅色 很漂亮 在Outlet買的 這個 這個比我之前買的 有點不同 它是一個Sway的底 黏了一些 Bling Bling 是一些膠的石 不是真的鑽石 那些 但也很有McQueen feel 這一對的鞋 因為他們也很流行的 clutch 都是一些黏石 還有紅色 也是我喜歡的 紅色 粉紅色 也是一樣 三十六號 True to size 他們的波鞋 看不看到他們的高度 這對鞋 給了我這麼多高度 而且很舒服 唯獨我Metallic那一對 這裡有一點點 整著 這個位置 但我其他那些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不知道這一對 同一個款 但可能剛好那一對 做得不太好 所以弄到我的腳 現在也有一個小隙 在這裡 白色為主 而且我很喜歡塞鞋帶 現在不是 我喜歡內塞的 我不喜歡在外面綁繩 一會兒會弄好它 而下面就是這樣的 說到價錢 是不是很想知道 這一對是全新的 因為起初 那個SA說只有Display 後來我想問他拿盒 Display我還是會要的 因為始終鞋穿在腳 Display也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黑了 髒了 所以我也想照樣 然後問他拿盒 誰知後來他又說 原來我們有新的 因為這一對是新的 然後他的價錢方面 就是 喔 這裡 1,150元元 原價 因為有些石的關係 比較貴 如果沒有石的 好像不用那麼貴 我不是太記得 但現在減價 很划 690元 690元 超划 幾百元 減了 真的非常好 而且他也有出這個 黑色 再加這些膠 的石 但我已經有黑色的Sway 很相似 所以我沒有買到 而且漏了 他們有鞋袋 對 只有一隻 下一件東西 又是鞋 這個是最後一雙鞋 其實我現在很興奮 現在不累了 我現在很精神 這個是Vans 這個是Vans 不是很貴的牌子 但我也是當它 Casual 穿 就是 很普通的 一對黑色的Vans 也是一樣買我自己的尺寸 36號 它是從黑色為主 有一些白色的邊 後面有牌子 紅色字 這一雙鞋 沒有折 反而要買兩雙 好像有15% 那些 但我也照買 因為我買不到另外一雙 而且這一雙好像不是 它有分黃色紅色貼物 這一雙也沒有折扣 因為這些長春款 可能沒有折扣 我也不太肯定 但我也照買 這一雙我記得是60元 不是太貴 另一隻就是這裡 而且現在有點熱 太興奮 現在有點出汗 另外那兩件東西 在Vans買的 就是襪子 因為買了這麼多鞋 當然要穿襪子 就是這個 粉紅色很漂亮 叫襪子 粉紅色就很漂亮 粉紅混白 寫著Vans 一批裡面有三對 我選擇我的尺寸 1-6號 US尺寸 一樣的 這個有折 我記得買這個 好像第二件15% 還是兩個在一起 我也不太肯定 但他們的折扣 不是太多 少許 對比剛才展示給你們看的 我們現在進入到護膚品 不是全部東西上面 有些是手霜 手霜我留到最後才說 我先說是臉上面的 首先是這個 Estee Lauder Night Repair Serum 好像叫 Advans Night Repair Serum 就是啡色瓶那個 其實我之前用過很多次 之前回購過 但也停了一段時間 現在買回來 因為記得好像20% 八折 也算不錯 有八折 買了 因為我每一次 Black Friday 都會買我一年的 護膚品的供應 這支我真的看到功效 因為我經常熬夜 現在幾點 現在7點 我拍了半小時 也不是太久 但會剪掉很多 因為我經常NG 先說正題 因為我經常熬夜 我看到這支真的有效果 而且感覺到皮膚沒有那麼粗糙 所以很推介大家這個 然後第二件買的 在這一間 我忘記了叫什麼名字 但他們有很多不同的牌子 Lamere 不同的牌子 這支是Estee Lauder 是一個Eye Serum 因為之前好像是Live 有觀眾說 他們同一系列的Eye Serum 還是Eye Cream 我也不太記得 但我買了Eye Serum 因為我也需要Eye Serum 也想試一下 也是啡色瓶 我記得這個折扣有多些 是7折扣 30% 這個 也很期待 試一下 看看這個好不好用 也是這個小小袋的東西 就是Clarence OLED有Clarence 也是 又是Serum 一年的Supply 我用過之前 我還是舊包裝的時候 非常好用 非常推介 它就是 而且 這個新包裝 是不是已經混了 因為我記得包裝是一半 一半是油 另外那邊是 油高的 油油的 現在可能已經混了 也不太肯定 但同一個名字 是同一種東西 非常喜歡這個 因為始終我住在美國 比較乾 所以夏天的時候 其實也用到油 再加上冬天的時候 可能會開暖氣 那些 到最後一袋 就是這一袋很重的 就是L'Occitane 而且我出去的原因 最主要是買這一堆東西 因為我買的東西 就是Hand Cream 和Lotion 因為這些有時候 很難上網買的 除非我已經知道 我喜歡那一隻 我其實是用Crab Tree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也拍過 Black Friday的Haul 我超喜歡用Crab Tree 就算我在香港的時候 我也是用Crab Tree的 但現在真的年紀老了 感覺到很乾很乾 現在Crab Tree對我來說 也不夠滋潤 上一年我也很想試 L'Occitane的產品 但我之前真的買了 太多Crab Tree的產品 也是在Black Friday的時候買的 所以還沒用完 現在也用到七七八八 所以現在真的可以正式 轉入這個L'Occitane行業 應該我在這個箱裡 買的最多應該也是他 而且我們來回到我的車幾次 因為我們買了很多東西 因為抽不完 所以我們不斷放下 然後再去拼 首先就是這個Hand Cream 他們正在做優惠 是一套賣的 有這個他們最經典的款 就是這個啡色包裝 就是for dry skin的Hand Cream 是很大支的 然後他另外配這個 是很香的 是一個櫻花的味道 再加上是粉紅色 他們不知道一套賣 是便宜幾元 所以買來試一下 而且我也知道他本身 original這個 for dry skin的Hand Cream 很多好評很出名 之後我也買了他們的Hand Cream 我是剛剛這個 原來我買了兩支這個 他們最出名的 我買了兩支 這個其實沒什麼 因為我昨晚用了 因為開長途車的時候 經常很乾 所以我已經開了來用 然後我也可以開一開給你們看 看看裡面是怎麼樣 而且這裡的東西 加上這個 真的是一連的供應 所以可能很多 但我會用得完 因為Hand Cream真的慢慢用 而且有時候覺得乾的時候 都會用來塗 就是這樣的一支鐵 而且如果用過他們的Hand Cream 都覺得好用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比較大支 也是放在家裡為主 好了 先拿出來 已經說了 之後我買了這個Body Lotion 這個是Stella推介的 其實就是這個粉紅色 Hand Cream的Body Lotion版 這個Body Lotion 不是厚的那些 是奶油 比較薄 而且其實我每一次洗完澡 都會用Body Lotion 因為真的很乾 我塗的不是很厚的 因為我身體方面 不需要那麼厚 塗奶油 還有Lotion 不是Balm 或者Cream 很厚的那些 也想試一下這個 我也聞過 非常香 這個 真的很香 好像香水那些 這個只是買了一支 因為也想試一下 因為有時候很香的 可能未必夠滋潤 所以也想買一支來試一下 然後 因為他們有送免費的東西 所以我現在選了一些 不是免費的東西 先展示一些他們送免費的 就是這一套 小小的Hand Cream 就是外出用的 因為我外出也會帶Hand Cream 對 然後它有最經典的那支 就是中間 然後有兩支不同的味道 我還沒試過 這個 這個粉紅色 原來也是同一個 應該 也是櫻花味的 應該這兩個都好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但是他們正在做折扣的 這樣 這樣比較划算 因為之前讀書幫我的時候 我買了兩支他們這個 原味 他說如果你買兩支 其實買這一套更划算 三支更划算 他們正在做這個Promotion 後來就買了 好 先看看 這兩支也要錢的 不是送的 就是 Body Lotion 就是他們最經典的 然後就是噴頭妝的設計 而且我現在有一個鏡頭 OK 正在焦點 因為感覺好像有點茫茫 我不肯定 這個就是他們的 比較厚一點的 但是應該不會說是超級厚 因為始終如果很厚的 是不會噴頭設計的 這個 就是Lotion 這個 是我平時喜歡用開的 然後不敢買太多 只買兩支先 試一下看看好不好用 好了 之後 這個也要錢的 我記得了 為什麼我買這個 是因為臭夠數 所以買了這支小小的 跟剛剛 我說的這三支 是一樣的 這個尺寸是一樣的 這支也要錢的 這個就是這個 這個是一支手霜 也是 但是它是用一個很乾的 很乾的 皮膚 跟剛才的乾的皮膚有點不同 這個是再深層 再厚一點的手霜 因為這麼多 身體部位中 我最乾的地方 就是我的手 可能經常開電話 開車 那些 這個 可能未必慢慢可以塗 可能有時候 特別乾的時候 可以塗這個 我只買了一支 因為我知道 我通常都會用其他 這些 而且它也有寫到 是硬性的 真的會非常厚 現在剩下的 就是一些不用錢的產品 我記得它是 不知道有三個價錢 75元 一百多元 二百多元 我記得我買最高的 就是250元 會送一些產品 如果75元 或85元 你可以選擇 其中一件產品 一件是這樣 一個套裝 所以我做足夠 有三個套裝 我已經拆了 因為始終是一些不用錢的產品 也想跟Stella一起分享一下 我已經給了他一些東西 讓我看看這個是什麼 這個我應該 這個原本的東西都在 應該是這兩樣東西 就是手霜 因為Stella 媽媽喜歡用手霜 所以他沒有給他這個 就是他們原裝的味道 再加上這個 也是 原來這個是腳的 也不錯 因為腳也會 要保護 不可以保護臉頸 手 而且要保護腳 全身都要保護 小小的 Travel Size 或者去旅行 然後 有這個布袋 就是L'Occitane的布袋 這裡有寫他們的牌子 可以拿來買菜 裡面有 這個 極度厚的 這些全部都不用錢 非常好 很厚的 應該是身體的 身體的 霜霜 我平時不會買這些 因為 它封起來 因為怕它乾 因為太黏 對我來說 不過這個免費 也試一下 可能真的 嚴寒冬天 其實沒可能發生 在L.A. 可能我去Boston的時候 可以帶來用一下 因為會很乾 然後這個布袋裡面 還有兩支的霜霜 也是跟剛才那個一樣 不過是 大一點的尺寸 又不至於全尺寸 也是一個腳的霜霜 還有一個手的霜霜 很多手霜 我記得這個袋裡 裡面給了Stella的東西 也是蕃茄 我記得 因為Stella不是太塗 這些 因為覺得很厚 然後他們方形的L.A.S.A.T.A.N. 的蕃茄 我現在記得 我記得是給了兩支蕃茄 因為我接下來說這個 有一個蕃茄 是不是 因為我發現 他們這裡說的東西 好像 不是太準 因為我記得是有兩支蕃茄 不過 說一下這裡是什麼 這個 是一個 旅行的時候可以用的 是一些Body Oil 因為我昨天讀了 然後手霜霜 還有這一支 也是Body Oil 但好像是細枝板 對 兩支油 其實我油方面真的很少塗 但如果真的很乾的時候 塗油其實也不錯 混合一支Lotion 一起這樣塗 我在Desert Hills 買了這麼多 另外我當然有做到 網絡購物 我會繼續在這條影片 會展示圖片給你們看 我買了什麼 因為我真的買了很多 我現在不太記得 所以我之後再剪接這條影片 再加下去 也是一些Beauty產品 Skin Care為主 如果有興趣的話 繼續看下去 Hello 大家我回來了 現在先錄音 首先我買了這個 Lancom的眼唇卸妝液 非常大愛 我買了6支 但好像cancel了order 還是怎樣 我也要跟進 他們正在做八折 然後我買了這個 Mario Badescu的暗倉膏 也是大愛 回購了很多次 這個是膠樽版 我買了一支 方便這個Travel 另外我也買了玻璃瓶 賣了三支 因為他們買滿50元 才自由販購 而且他們現在正在做15% 送一些小禮物 接到來就是在Derm Store 他們有up to 好像不知30%還是25% 但不是每件產品都有折扣 我整張單單 screenshot了 因為其實現在 這裡是11點半早上 我還沒睡 所以我也有點累 今晚大家可以看到 我買了兩支SkinCeuticals B5 Gel 這個我記得沒有折扣 但你也知道這樣折扣 很有買東西的衝動 而且我也會經常用 所以買了兩支 然後就是這個DHC的清潔卸妝油 迴購了很多次 這個也有折扣 我記得好像 真的不是太記得 25-30% 買了兩支 接下來了 也是DHC 這個也是迴購了很多次 就是一個眼膜 就是一個over night的眼膜 有時候可能知道 可能不是太夠睡 眼睛會很浮重 就貼著它 第二天照看起來會很精神 我就買了九盒 我記得一盒好像有六對 然後最後兩件事 就是髮膜 K字頭那個不太懂得讀 我用過的 也OK的 因像不是太深 所以也回購 因為也有折扣 另外最後那個 是很有名的 這個 是非常貴的 我記得 但也想試一下 雖然沒有折扣 但真的很有衝動 下一個網站 就是Jobmasters Organics 其實這個牌子 是非常有名的 它的頭髮產品 頭兩樣東西 我買的就是髮膜 兩樣都沒試過 但整個網站在做七折 不過好像是買不到多少錢 就七折 但最起碼也會有八折 所以也想試一下它們 它們也比較貴 但髮膜也偏貴 還有最後那四支 就是這個洗頭水 就是專用頭皮 我的意思是頭皮 不是你的髒頭皮 是你的頭皮 類似深層清潔的洗頭水 就是一個禮拜 不要每天用 可能用三次最多 或者兩次 洗完之後 真的感覺到整個頭皮很乾淨 還有少許薄荷的感覺 之後生出來的頭髮 感覺是健康很多 這張單真的長 這個是在Yamibuy買的 Yamibuy是一個美國的網站 專門買一些亞洲的產品 也可以看到很多辣雜的東西 我也有買螺絲粉 維他奶 我也買 因為他們現在的網站 在做一個買滿100元 就減15元 我其實分開了兩張單 這個是第一張單 因為他有兩款的QPON 我待會再解釋另外那個折扣 首先有看到一個髮膜 這個是Susedo的髮膜 我還沒用過金色這一盒 但價錢好像不錯 而且也是Susedo 因為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買了兩盒 然後就是FINAL的髮膜 已經回購了很多次 也是買了兩盒 而且我記得網站好像只是走來買兩盒 然後可以看到 是我最愛的螺絲粉 我買了五包 我不敢買太多 因為吃太多的時候 真的會生嵌瘡 所以只買了五包 下一個就是維他奶 我也買了 其實戴華九九有得買的 但上網好像很方便 所以我買了五包 之後看到就是顏膜 顏膜可能我最後才說 因為我應該橫行讀會好一點 不過我也想先說一些食物 就是這個杯麵 原味的 我就買了五杯 對 全部都是五字 限制自己 其實都比較不健康 然後淺色的那個就是海鮮的辣味 都是買了五杯 下一個了 螺絲粉 但是我沒試過這個牌子 所以先試一包 之後最後一項食物 就是這個檸檬菜 我也是最愛的 就是五盒 到這張單最後的 就是一些發熱眼罩 非常非常喜歡 已經回購了無數次了 因為你也知道 我是很早睡 我的意思是早上才睡 所以很需要一個眼窄遮一遮光 再加上是發熱 所以可以幫助我睡眠 我就買了它們不同的味道 有芬衣草 玫瑰 我也不太知道全部的味道 好了到真的最後最後了 其實這個單 為什麼我要分開這樣買呢 因為它那些Coupon 不可以用在同一個單 所以我就要分開買了 然後我記得好像 買滿40元-5元 類似的 然後也是一堆發熱眼罩 但是這一次我買到無味的 因為買了一個 因為我just in case 可能生什麼眼瘡的時候 最後不要用有味的東西 好了 希望你們喜歡這條影片 而且在這條影片裡面 你們又最喜歡哪一件產品呢 我來說 其實我很多東西都很喜歡 但是覺得最划算 最開心的買得就是 一些手霜 因為我其實最主要去這個 Outlet的原因 就是買這些body lotion 手霜 然後就會是牛仔褲 就是American Eagle的牛仔褲 因為我 也不知道為什麼很喜歡牛仔褲 雖然你們不是看到我穿得那麼多 但是我其實casual日 可能run errands的時候 其實我經常穿牛仔褲 都覺得很划算 他們半價 而另外我也買得很開心 就是這一雙 McQueen的鞋 這個真的很漂亮 而且便宜幾百元 對 非常喜歡這個 你們又會 什麼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這個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對 還有BillyBilly 對 我有一條影片 接下來是我們去Desert Hills的時候拍的 記得去Follow 好 拜拜 拜拜